请各位在听法之前调教动机 为了利益一切的勇气 希望找日获得佛陀的果位 一件一个动机来听今天的综艺的内涵 好 请大家看到综艺宝马论第四页 第四页的导书第二涵 第三略说外道综艺之建立 好 请帮我念一下 宣说综艺者之中不归一三宝 而承认有其他教主的人 就是外教说综艺者的定义 好 到这里 以上是外教和佛教的区别 那然后外教的教徒和佛教的教徒的区别 还有第一 那然后佛教的入门 那然后已经讲到了宣说外道的综艺者的 还有宣说佛教综艺者的三种区别 好 接下来是外道综艺的建立这个部分 好 那提到外道的时候也就是外教 外教的宣说外教综艺者的这个定义呢 宣说综艺者之中不归一三宝 而承认有其他的归一处者 就是外道 宣说综艺者的定义 那意思呢 这个要具备什么 第一个条件呢 它是属于说综艺者当中 不是一般的这个教徒 那第二呢 不归一三宝 第三呢 就是承认其他的教主 承认其他的教主 而归一世间的天神等等件的 这个就是第三个特色 这样的不特企业呢 这样的不特企业呢 然后承认其他的教主 那承认其他的教主 那然后呢 他们的归一处呢 就是世间的天人 比如说自在天 地势天等等件的 他们呢 把他世间的一些仙人 天神这些当做什么呢 就是归一处 然后这样的宣说综艺者呢 宣说什么综艺也就是 道 积 道 果 宣说这样的部分 就叫做外道的宣说外道的综艺者 这个呢要具备三个条件 不归一三宝 这个三宝呢 是 佛宝 法宝 生宝 那佛教的归一处呢 只有三宝 没有其他的 那佛宝呢 是指的是佛陀 佛宝指的是圣者的相续当中的正功德和断功德 这两种 正功德呢 就是他的相续当中的剑道 还有呢 修道 无学道等等 就是圣者相续当中的道功德 这些呢就叫做正功德 那然后断功德呢 剑道以上的 他没有断出什么 就是剑道的所断 比如说烦恼 或者是断出轮魂等等 这样的 那断功德呢 我们可以把它了解为什么呢 就是灭地 四地当中的灭地和断功德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的功德呢 就叫做法宝 没有其他的 没有其他的 那还没有获得见到以下的凡夫 比如说不管是你大臣或者是小臣 你还没有见什么呢 正的剑道 以前的资连道 还有家行道 那这些不得其论呢 都是属于什么 凡夫 他们不属于圣者 所以这里面的法宝呢 必须要什么呢 圣者的相续当中的一个功德 那然后三宝 那三宝呢 就是圣者 圣者的意思就是说 圣者的他的界限呢 是 已经正的见到以上的不得其论呢 就叫做圣宝 也叫做圣者 不管是小臣或者是大臣的菩萨 已经正得了见到的功德的话 那他就是圣者 他就是 有资格当这个什么 圣宝 那还没有正的见到 但是他的相续当中 已经有了资连道 菩提心 什么 圆空性的智慧 家行道等等 这样的话 他也没有资格 什么呢 说他是圣宝 所以说 圣宝的界限呢 就是要看 有没有正的见到的这个功德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 不得其论呢 他是属于圣宝 如果没有的话呢 他不是圣宝 即便他相续当中有什么 圆空性的智慧 或者是通道无我的智慧 或者是什么 资连道 家行道 都不是属于什么呢 这个普特极乐都不属于这个 圣宝 好 那 佛宝 圣宝 法宝 圣宝 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凡夫和圣者 这两者的差异 就是在于什么呢 有没有 这个普特切罗 他有没有正的见到 如果有的话 那他就是圣者 如果还没有的话 他就是凡夫 所以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什么 见到 他的相续当中有没有见到 这就是圣者和凡夫的这个差异 也可以说是他两者之间的差异 好 那然后呢 他们就是不承认这样的三宝 那然后呢 他们承认其他的教主 就是外道的教主 那然后跟随这个教主 他们 什么呢 这个 皈依的 这个皈依的对境呢 也是 世间的一些天神 世间的天神 比如说 自在天 地狮天 等等这些 好 那这就是 宣说外道的中意者的这个定义 好 解念一下 解念一下 外教的派别虽多 却可简略的分成 辨入天 自在天 圣者 黄头衔 目要心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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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是一个 藏文来讲的话 zapubu 著名的思辨五部 也有人说是根本六部 其 圣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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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论派 理论派 数论派 四查派 裸形派 和顺势派 其中前五派属于持常见者 后一派属于持断见者 好 就到这里 外道的派别虽然很多 还有很多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 听说是有很多很多的 然后在中观入中内的第六瓶 第六菩提心 这个里面也讲到了二十五种 二十四种 等等这样的派别 虽然就是很多 也有什么呢 六十种 隶属成的这样的派别 所以但是呢 他们 这个什么 统设起来的话 可以 分成 什么呢 思辨五部 就是上面讲到的 便入天 自在天 那然后圣者 还有呢 黄头仙 梦要心水 等五种 就是五部 那也有人说 这个是很流行的 很普遍的 这六部呢 根本六部 六部指的是 圣律派 还有呢 理论派 数量派 数量派 四叉派 螺形派 还有呢 顺势派 六个派别 那然后其中 前五派呢 它是属于 齿 常见者 后一派 后一派 属于 齿 断见者 那后一派 觉得是顺势派 那这里 呃 就如什么 断边的教派 可以见书 那后一面的呢 就是顺势派 那顺势派呢 为什么 那首先我们讲一下 什么叫做 禅见者 什么叫做 断见者 那首先呢 我们把这个简单的 就是换一个名称的话 那就叫做什么呢 断边 断入断边者 断入 断边者 就是这样两种 持断见者 也就是断入断边者 持 禅见者 断入什么呢 是指 断入 禅边者 那禅断边和断边者 断入断边和断边 是怎么解释呢 嗯 比如说 实际上是存在的 或者是有的 但是这个 伯特切罗 他的主张 这些东西 根本不存在 或者是没有 不存在 或者是不是的 那这个时候呢 见的伯特切罗呢 他已经堕入了断边 为什么说是断边呢 因为 他的身上 就是缺少了这些功德 缺少了这些功德 所以呢 所以呢 他陷入了 这样的一些 啊 陷阱当中 就是斜见当中 他已经堕入了这样的一种 斜见当中 所以呢 断边者 断边者 或者是断见者 那然后 那然后 常见者呢 也就是堕入 常编者 这个呢 这个呢 一般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 啊 一个法 某一种法呢 实际上 实际上 他是不存在的 或者是 不是的 但有一些 某一个不特切罗呢 他认为 是存在的 或者是什么 是 那这样的话呢 那这个不特切罗 他已经堕入了什么 长边 他的见解就是 常见 那断边呢 断边者 那为什么说 这个 厚一派 就是厚一派 觉得是 顺势派嘛 那顺势派 他们 为什么 他是持 断见者呢 他的见解是 断边的这个见解呢 因为他 他什么呢 不承许法 不承许教法 因为不承许教法 所以他不承许前后事 因为不承许前后事 他不承许这个解脱 也不承许一切种智 所以呢 他也不承许什么 这个 这个 叶因果的这个 关系 所以说 这些东西呢 实际上都是存在的 但他 他的主张呢 他 主张不存在 所以说 堕入了断边 堕入了断边 那然后这个断呢 还有一种的说法 堕入断边 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 顺世派呢 他们因为不承认前后事 所以呢 人 不承认是什么 就是不承认 他死亡之后 他跟什么呢 就像 这个 丁一样 连他的什么呢 叙流都会什么 中断 一切都是中断 所以呢 说他是堕入了 把断边 因为他不承认前后事 尤其是不承认后事 所以呢 这个断呢 也可以这样的解释 那前面的这个 五个教派呢 五个教派呢 虽然他们 他们没有堕入了这个断边 因为他们什么 承认教法 也承认前后事 也承认 什么呢 这个 解脱 他们说也有解脱的 解脱 解脱 嗯 不对啊 五个都不承认 不是五个 所以 这里面的这个 四查派 他根本不承认解脱 和什么 啊 不承认解脱 可以这样说 不承认解脱 但是呢 他承认前后事 所以 他没有堕入断边 没有堕入断边 但是呢 他已经堕入了长边 为什么说堕入长边呢 这个长指的是 一个不存在的法 认为是存在的 或者是实际上 不是的一个东西 认为是是的 那这样的话呢 堕入了长边 持长见的 折 所以呢 所以呢 前 五个宗派呢 他们认为 所谓的这个 不托切洛 他是 什么呢 实际上他不是 禅法 也不是单一的 也不是自在的 但是他们呢 认为 不托切洛呢 他是一个禅法 他是单一的 他是自在的 就是禅一自在 所以说 他们堕入了长边 实际上 这些都是没有的 但是他们认为是有 实际上不得切洛 不是这三者 但他们认为是这三者的 这个同位 所以说是 前五 前五个教派呢 他们是持禅见者 也就是持 堕入 禅边的 见的 教派 那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 这个断边的这个端呢 最主要在指的是 前后事 前后事 它真的是存在的 但认为不存在的话 那就是堕入了断边 对他来说 他的身上没有 前后事 认识前后事 认识什么呢 前后事的这样的功德 他缺少了这个功德 所以呢 就是堕入了断边 那为什么他们不承认这个 世论派为什么 顺世派为什么 他不承认这个前后事呢 还有为什么不承认这个法呢 好 那我们先看到 第十页 看到了吗 五 顺世派 请帮我念一下 顺世派 顺世派主张 没有从前生来到今生这回事 因为所谓的前生 谁也没看见 就像从偶然存在的火 偶然的发出火光一样 偶存的心 是从偶存的身体 产生出来的 从今生 去到后世也一样不存在 好 上面的这个在 还有 有两行没有尿 因为身心是一体的 如果身体坏灭了 心也将随之坏灭 好 好 那首先我们 在这个外交的根本六派当中 首先我们了解一下这个 顺世派 那顺世派呢 他的定义呢 就是属于外道的宣说宗义者 那然后 主张 顾承虚前后世 这样的不特其洛呢 就是 顺世派的定义 但这个里面没有 好像没有 好 那首先我们把这个 顺世派 那顺世派呢 他就是不承认这个法 不承认教法 我说的是教法 不是一般的这个法 不承认任何的这样的教法 因为这个法的界限呢 我们一般在讲的修法的这个法的界限 是以前后世为界限 可以这样讲 那为什么说以前后世界限呢 就是西藏的 刚刚把祖师他们认为 对于自己的来世 有帮助 的话呢 这样的上也 才叫做什么 法 对自己的来世 没有任何的帮助 只是现今的 对今生 有帮助的这些法呢 它不是法 不叫做法 因为法的定义呢 第一种就是改变的意思 就是改变什么呢 改变的一种方法 就叫做法 改变什么呢 新相续改变的方法 第二种在社律学里面讲到的 法的定义是持字体系 这就是法的定义 这就是法的定义 现象 那这个词呢 在 在 在 什么 中科巴大师在 中类的一个解释里面呢 他就讲到 他就讲到这个法 法的意思呢 就是说 持 也就是持 持字体系 持的意思呢 就是从 三恶 不是呢 怎么讲 从三恶去救护 不让他掉到什么三恶去 不让他掉到痛苦的这样的陷阱当中 才叫做什么呢 才叫做什么呢 有这样的 本质的一个善 就叫做法 所以说 持字 体系 这个体系呢 它有什么样的能力呢 什么样的能力 可以持呢 也就是说 不让自己 叫做什么呢 三恶去 能够从三恶去救护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 就叫做持 持字体系 这个是一种解释 但是在社理学当中 没有这样的解释 一切法 一切事物都是法 说到一切事物都是法的时候 不是这样的解释 所以 就是教法呢 它 就是跟这个前后世是有关系的 因为他们没有 不承认这个法 所以呢 不承认前后世 不承认前后世 那为什么 他们不承认前生呢 为什么不承认后世呢 因为所谓的前生 他们说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呢 所谓的这个前生 是根本没有的 为什么 谁也没有见到 这个前生 就像什么 偶然 那为什么 如果没有前生的话 那我们的今生是怎么来的呢 然后他回答说 今生就是偶然的存在的火一样 偶然的存在的火 那火当中 偶然的什么呢 发出 一颗什么 就是一个火光一样 所以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的心 偶然的心 存在里面呢 就是 呃 产生了偶然的一个 身体 他是这样回答的 所以我们可以 从这里看出来 他说 为什么没有前生呢 他没有看见 没有看见的意思就是 他自己没有看见的意思啊 所以 他的宗派当中呢 就是有没有或者是存在不存在的这个界限 就是要从自己亲眼看见的话 那见的东西呢 才是存在的 如果他们自己亲眼没有看见 或者是没有听到见的话呢 他不承认是存在的 他说没有不存在 根本不存在的 所以说 在鸡位 鸡到位 鸡到果的 这个鸡位的部分呢 他才承认 什么呢 自相和 總相 共相 原则当中 他只承认 自相 就是所知里面呢 他只有 只承认这个自相 不承认共相 因为共相的法呢 也就是常法 比如说 虚空等等 这样的常法呢 根本我们的肉眼是没有办法看到的 所以他不承认 他不承认这些都是存在的 他承认的存在的法呢 只有亲眼看见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 所知当中 他所知里面的 无常和常 人者当中 他只承认无常法 也就是自相 那 道里面呢 他只承认 不是啊 因为他只承认这个什么 无常 所以呢 但是呢 有境当中 也就是心法里面 他只承认 恋恋的当中 他只承认 限恋 限恋有四种 但是他只承认 什么呢 呃 跟限恋 不承认 异限恋 还有什么呢 与且 这些东西都是不承认的 与且 这些东西都是不承认的 这些东西的道理 那为什么不承认后世呢 从今生去到后世 一样不存在 为什么 因为 身心是一体的 身心就是体一的 体心一 就像 什么呢 我们的身体和心就像 水乳交融一样 分不开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的 我们死亡的时候 身体会怀灭 身体怀灭的时候 同时我们的心 也将会随着怀灭 这个里面的怀灭的意思是说 会中断 连他的蓄流也会中断 所以说呢 从心的角度 来看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法 他会去到后世 从身的角度来看 也没有任何的法 他会去到什么呢 这个后世的 所以呢 他说没有后世 没有后世的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例如 石头 水坏石 水坏石 石头上的纹路 也将 水之而破坏一样 因此此派主张凡事所练 这个已经讲过了 好 那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呢 这个例子呢 就像墙壁和墙壁上的画画一样 那墙壁 当墙壁倒塌的时候 那墙壁上面的这些 纹路或者是画画呢 同时也会消失 所以说 就是新生体系一 因为新生体系一 所以呢 后世 他就不存在的 因为前后世不存在嘛 所以呢 他也不承认这个什么 解脱等等 是这样的东西的 好呢 这个前后世的这个部分呢 啊 详细的 我记得在 讲管律的中世道的时候 已经讲过一次啊 那今天就 嗯 在这里呢 不会那么详细的解释 但是大家 要了解的一点是 他们为什么 不承认前世 为什么不承认后世 尤其是后世 为什么不承认后世呢 因为他说 新生体系一的缘故 那佛教 佛教呢 承认前后世 那怎么证明前后世呢 在训练论的第二品当中 就有 四种的 就是有四种的这个什么呢 嗯 有四种的角度来证明 就是有前后世 那第一呢 就是以 先前的意识存在的角度来 证明 后世的存在 后世的存在 首先呢 前世的存在 首先我们就是要建立 这个成立前世 然后呢 后世是很简单的 第一是这样的 那第二呢 就是以先前的同类的意识存在 先前的 先前的经验的存在 什么 证明前世的存在 那第四呢 那第四呢 这个第四呢 这个第四是很简单的 以先前的经验的存在 是很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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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佛教呢 心身体性一是不承认的 心和身 它不可能是什么 体性一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身体呢 是有形状的 那心呢 它是没有形状的 所以有形和无形的两种 这个东西呢 不可能成为一个什么 体性一的 所以呢 跟这个外道 他们讲的是有点就是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的 但是 身和心 都是我们运体的一个部分 运体呢 我们的五运 它是一个整体的东西 然后 其中的身 运和心运呢 它是 五运当中的 就是 两个部分 两个部分 比如说 这个 苹果 苹果 苹果的颜色和味道 这两者呢 虽然是苹果的一部分 但我们 不承认 味道和颜色 是体性一的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跟这个一样 但是外道他们认为 心身是体性一 那因为呢 佛教心身不是体性一的缘故 所以 人 死亡的时候 虽然我们的肉体 这个身体呢 它就会坏灭 但是心 它仍然 会去到什么 来世 会去到来世的 所以呢 佛教认为 有来世 也有前世 是 那他们的这个 鸡尾的部分呢 鸡到骨的这个部分 鸡尾的部分呢 它们主张 所恋都是自相 所恋就是所知 所要了解的呢 法只有自相 就是无常 无常当中呢 有 什么 色法 心法 不相应心法 但是它 只承认色法 才是存在的 真正存在的 那心法 不相应心法 它根本不承认 是一个存在的东西 那色法当中呢 有嫩色和外色 嫩色它不承认 那外色呢 有六种 六种当中 第一 就是什么 我们所看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 这个颜色和形状 才是真实存在 那其余的东西 都是不存在的 它是这么认为的 它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说 所知当中的 只有自相 没有共相 所以呢 这个恋 也只有线恋 线恋当中的 就是根线恋 没有其他的恋 因为他们并不承认 笔链和什么呢 总相 为什么不承认笔链呢 因为他们不承认 什么逻辑 推理出来的 这些都是他们认为 是一个猜测 不是一个标准的 有一些 有一些 有些 叫特殊的 顺势派主张 一切是五因 为什么呢 他们是从自性升起的 因为他们说 这是什么呢 他们的教主说的 他们的教主说的 好 那这个呢 五因生 长到五因生的时候 就是在中观里面呢 觉得 不得其乐无我的时候呢 就是要透过了解 五四边的这个道理 来推理的 所以呢 五四边当中就是有 什么呢 自生 五自生 五他生 五巨生 五因生 就是有四种 所以呢 这个最后五因生呢 针对的就是五因生 五因生 破五因生 的时候呢 针对的最主要的这个对方 就是那个 外道的这个顺势论 顺势派 因为他们 他们不承认什么呢 事物是有因而生的 他们说是无因 那下面呢 那下面呢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 豆子的这个 形状 圆圆的 它的形状 豆子的形状 就是圆圆的形状 那然后 刺 刺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很坚韧的这个 坚韧的这些 他说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那然后孔雀的这个 羽毛上的什么 它的翅膀上的这些颜色 他认为是这些都是不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说不存在的呢 因为豆子的这个圆形 它没有任何的人 把它造成圆形 或者是让它变成圆形 没有一个因 他根本找不到这个因 所以说它是无因而生的 那刺的这个尖锐呢 也是同样的 没有任何的一个 什么 就是人把它什么 把它做成这样什么 很锋利的尖锐的 这个是无因生的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然后孔雀的这个翅膀呢 也是同样的 没有任何的人 就是在它的那个什么 翅膀上染料 所以这个翅膀上的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颜色呢 他认为都是什么呢 都是无因生的 这些就是它的一些例子 但是一切法我们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去分析啊 但一切法呢 他认为他看到的一切法 也是不一定都是无因生的 比如说孩子 小孩子呢 他认为他认同 是从他的母亲而生的 他是有因的 他是从父母而生的 那然后田地里面的专家 也是从田里长出来的 这些东西是他 他也不认为是无因而生的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无因而生 是 什么叫做无因而生 那他的 他指的 这些外道者呢 他指的这个无因而生 就是有哪一些 就是有哪一些 是不是一切事物都是建的 还是有一些某一些东西是无因而生 所以呢 那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研究的 好 那他呢 就是不承认法 也不承认什么 道 也不承认什么呢 国 也不承认什么 这个解脱 所以呢前后也不承 前后是不承认也不承认解脱 等等这样的一种 一个教派 他是这样的一个教派 所以呢 在六 根本六派当中 他放在后面的 原因也是这样的 他的见解是最低劣的 最低劣的 连教法都不承认 连前后是都不承认 所以呢 他就放在后面的最后面 好那我们再看到 第八页 第八页的最后 然后 这个 这个剩下的需要念吗 不需要吧 不用念吧 好直接看第八页 直接看到第八页的导述第一个 四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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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念一下 四茶派 明漫沙派 四茶派是圣推渡者 的信徒 他们主张 废陀中所显示的任何事理 都是自生自成的 因为 废陀是天起圣地 他们先无中生有的认为 废陀中所显示的任何事理 都是真定 然后便主张 唯有去做供奉废陀的 废陀经中所揭示的事情 才能获制高等的生命层次 而获得高等的生命层次 仅仅是脱离恶趣的解脱而已 好就到这里 所以呢 从这里开始 外道 外道的四茶派开始 就承认什么 他们主张有法 因为有法 所以有前后事 有前后事 所以他们认为有解脱 那四茶派呢 他们的教主叫做什么 圣推度 你看圣推度 我也不知道 那主张 废陀 那废陀呢 什么是废陀呢 废陀应该是一个圣经 就是 怎么讲 就是佛教的经典一样 佛教的经典一样 佛教的经典一样 它好像是一个圣经 根据 试炼论的第二品 不是第二品 第一品 第一品里面呢 就讲到了这个 佛陀 佛陀说是有四种 它有四种 但是最主要的 这个佛陀呢 就是好像是一个 嗯 什么好 那这个呢 我也不太清楚了 那主要呢 我们知道 它是一个什么 圣经 它是一个圣经 那然后呢 这个圣经当中 显现出来的 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 那这个圣经当中 没有显示的 没有讲到的 这些东西呢 他们认为是不存在的 所以 他们呢 以这个 废陀为主 就是看存在不存在 或者是真实的 或者是真假 等等这样的 那然后呢 这个圣经当中 所显现的 任何的一个东西 他们认为都是自生自成 自生的意思就是说 不用关带圣经 以外的 任何的 什么 一个 不特其罗 民事 或者是引导 等等这样的 所以呢 它是从 圣经当中 自然的生出来的 自然的显现出来的 就是这样的一种呢 就叫做什么 自生自成 所以呢 他们 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的 所有的 众生的什么 吃的 穿的 或者是自己的什么 所有的这些 生活 或者是 安乐 这些都是 他们认为是圣经 当中所显现出来的 圣经 显示的 这样的一种东西 所以呢 他们 非常的什么 就是 供奉这个圣经 所以呢 他们认为 只供奉 供养这个圣经 就可以 就可以 来生就可以获得什么 来生就可以获得人天的果位 来生就可以什么呢 不堕入三恶趣 所以呢 他们认为 从三恶趣当中解脱 获得人天的果位的时候 就叫做解脱 这就是他们的果位 所以他们的 基位呢 就是在这个 废陀当中 所显示的 这些东西 就是他们的基位 基位也就是说 要了解的东西 要认识的东西 要获得什么 一个果位 所要了解的 为了获得一个果位 所要了解的这个东西呢 就是基位 那到位呢 就是向这个圣经 成心地供养 供奉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 获得解脱的一个方法 一个到位 就是到 那然后呢 果位就是人天的果位 他们获得 我们的这个人生 或者是天人的话 他们认为是获得了解脱 因为他们的这个解脱呢 就是从哪里解脱呢 就是从三恶趣解脱 不用受三恶趣的这个痛苦的话 那就叫做什么解脱 脱离这个 什么恶趣的这个痛苦嘛 所以说是解脱的 所以呢 人天的果位呢 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果位 废陀等事情 才能获至高等的生命层次 至高等的生命层次就是 人和天 但不知道他们 认不认同这个什么 天呢有两种嘛 欲界天和色和无色界天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们承不承认这个色界天和无色界天人 所以呢 仅仅是脱离恶趣的解脱而已 所以他们的果位就是脱离三恶趣 获得人天的果位就是他们的果位 好 那再继续念一下 然而此派却主张 没有痛苦全然止息的解脱 因为烦恼的污垢存在于心灵的本质之中 只要有心烦恼痛苦便随之而来 也没有一切智者 也没有一切智者 因为所知渺无边际 因此他们说 既然没有一切智者 所以除了废陀圣教以外 再也没有真理智者 再也没有真理智业 好 就到这里 这个是他们的原因 他们说 解脱只有人天的果位 也就是说脱离三恶趣 获得欲界的人 欲界的天 这才是什么呢 这才是解脱 除此以外 佛陀讲的这个解脱 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这个解脱 根本不存在的 那为什么说根本不存在呢 因为上次也讲到 提到这个解脱的时候呢 它跟我们的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解脱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心从烦恼当中解脱 这就是解脱 那他们认为 没有这样的解脱 为什么呢 因为污垢 污垢就是烦恼 存在于心灵的本质之中 所以我们的心 本性 它就是烦恼 它意思就是这样 人的本性 它就是烦恼 所以呢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脱离 没有办法 什么 没有办法消除 这个污垢 反导的污垢 因为反导的污垢 我们的心 它的本质就是反导的污垢 那我们再进一步的去研究的话 如果我们的心 它的本质是反导污垢的话呢 反导的话 它的本质是反导的话 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脱离这个反导呢 为什么呢 因为消除反导的时候 连同我们的心都会消除的 比如说 我们的衣服 衣服上就是有灰尘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的衣服它本身是灰尘的话 那我们把这个灰尘除掉的时候 当会除掉这个灰尘的时候 连衣服都会除掉的 就是跟这个一样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他们的道理 但佛教认为呢 污垢不存在于心灵的本质上 因为法称论是在 试炼论的第二评当中 他有提到一句话 就是心自信光明 心它本质就是光明的 光明的意思就是说 它的本质根本不是污垢的存在 如果是污垢的存在的话呢 我们把这些污垢的干扰消除的时候 连统心也会消除 断除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可以证明 烦恼它是一个偶然的 偶然的一个什么呢 课程 所以呢 就像我们的什么衣服上的 这个 衣服上的这个灰尘一样 所以衣服上的这个灰尘呢 我们把它除掉的时候 那衣服呢 就会变成干净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衣服 它还是仍然是存在的嘛 那如果这个灰尘呢 它是衣服的本质的话 那当这个灰尘我们把它除掉的时候 那脸这个衣服也会除掉的 所以呢 这个可以证明 心是光明的 这个光明的意思就是说 心里面没有 意思就是说 心它可以改变 心它可以走到一个什么呢 很光明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什么 瞭知一切法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当中 不是说心自信光明的意思就是说 心里它不会出现黑暗 也不会出现烦导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心里呢 因为有黑暗嘛 对不对 因为有无明 所以有黑暗 因为有无明 也有烦导 所以心自信光明的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心里面不会出现黑暗 也不会出现无明 不会出现什么呢 烦导不是这个意思 心自信光明的意思就是说 心它的自信呢 本身是没有任何的 什么 什么 它的本质没有任何的反导 存在的意思 那这个就是 四茶派 他们为什么说 没有 什么呢 停息一切痛苦的这样的一种解脱 是他们的原因 那然后他们也不承认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 一切片智 一切片智呢 当然是佛陀的相续当中的意识 就是他的意识 因为佛陀的相续当中的意识呢 他没有一个东西不知道的 他了解一切的东西 了解一切的法 所以就叫做什么 一切 д 种就是种种 智 Broad là 他的智慧呢 他是一切種智 因為他了解一切的法 就是這個了解呢 不是一般的這樣了解 就是了儒之戰 跟這個一樣 那這個教派呢 他不承認這個佛陀 也不承認一切種智 為什麼呢 因為所知苗武邊際 因此他們說 他們說再也沒有真理之言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一切種智的意思呢 了解一切的法的意思 他說根本沒有這樣的東西 根本打不到這樣的一個境界 為什麼 所知這個呢 它是無邊無際的 它是無邊的 所以沒有人知道 所以說沒有佛教所受的佛陀的果位 所以呢 也沒有這個一切種智 所以它的果位呢 只有人天的這個果位 來生人天的果位 那今天就到這裡 大家有疑問嗎 有疑問的同學請發問 謝謝啦 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那個 剛才您講就是聖堡嗎 那個聖者聖 還有一種 講那種隨順的聖堡 他提到的說是四個以上 就是這個四個是包括不包括在這個裡邊的 什麼四個以上 就是隨順的聖堡 對對 隨順的聖堡 它是其中的一個聖堡 就說這個是包括四個 四個包括在裡邊的是吧 對對 它也是聖堡 這裡面講的聖堡呢 它不一定是出家人啊 不一定是出家人 這裡面聖 不是說是聖人 這個大家要 什麼 要搞清楚 不管是你是出家人或者在家人 當你的聖堡當中 聖得了聖堡的時候 就你已經成為了什麼 聖堡 已經成為聖堡 所以這個聖流聖 它也有出家 也有在家的 所以呢 講到這個聖堡的時候 我們不要把它 把什麼 當作是一個聖人 我們一般在講的這個出家人 不是這個意思 那這個隨順的聖堡 你剛才講的就是 四項和四國當中的 四項的第一項嘛 對不對 順流 水流 順流還是水流 這是二十星 二十星 二十星當中的第一星 好 那其他同學有一位嗎 革西亞請問 您剛剛有講說 那個釋量論裡面有四個角度 來證明那個有前後釋 那革西亞會跟我們講嗎 那已經講過了 就是講說 不會重復 不會重復的 你想要了解的話 好 那以前你不在嗎 就是講那個中世道的時候 對啊 好 不是已經講過了嗎 好 那我了解了 你的意思呢 今天還要講一字 沒有沒有 我只是說問一下 我只是問一下 這個就是 你們可以去聽音答 好好 最主要的這個焦點 有沒有前身的最主要的焦點呢 就是在於 在於胎兒階段的這個 意識 胎兒階段的意識 它是怎麼來的 怎麼產生的 是不是跟這個 燈一樣 對不是 就是燈光一樣 偶爾的從燈 發出來的 是這樣的嗎 還是它 有沒有其他的音 如果 如果 胎兒階段的這個 意識 它有音的話 那它的音 是有形狀的音 還是 無形狀的音 我現在 我們要追究的這個音呢 不是一般的音 我說的這個音 我說的這個音 進取音 進取音 啊 慢慢慢慢的可以變成這個 胎兒階段的意識的這個音 如果有的話 那 那 有形的東西呢 它根本不會變成五形的東西 五形的這個什麼 五形的 沒有形狀的這個 呃 什麼呢 呃 不可能是胎兒的音 那其他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變成意識呢 那如果有的話 那這個意識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最主要的焦點 就是在胎兒階段的這個意識 我們要去考慮 它是從哪裡來的 它是怎麼產生的 首先 我們 不去講這個什麼 從哪裡來的 對不對 那它是怎麼產生的 它是怎麼生起的 它是偶爾的跑出來的 還是什麼 以前舊有的 還是新生的 新生的話呢 怎麼生的 它的音是什麼 等等 那其他有什麼意味嗎 請問一下 好 大家還有沒有關於中藝的問題 因為我想問別的 嗯 嗯 如果跟中藝沒有什麼 關心 關心的這個的話呢 呃 沒有什麼問題的話呢 可以問別的 嗯 嗯 其他師兄姐還有沒有問題嗎 嗯 嗯 那我問囉 嗯 很基本的問題 但是我 不是很了解 我想問的是佛珠 嗯 嗯 就是我們的念珠 它 它 它是一個 怎樣的存在 它有什麼意義 然後要怎麼看待它 它是什麼存在什麼意思 嗯 那它代表什麼意義 它除了讓我們再數 這個念了幾次之外 它 它 它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嗎 嗯 那第一呢 第一呢 當然是我們 就是什麼呢 就是數 已經念到了 就是幾遍等等 這樣嘛對不對 就是方便我們計這個數字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在密咒的方面 有這樣的一種說法 在這個 大閉關 就是三年的閉關嘛 大閉關的時候 就是要念這個 這個自己所修的這個本尊的 心咒的時候 就是 啊 在經書裡面講到 要念什麼 一百 一百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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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一次 那然後一百零一次當中呢 那如果 就是 有忽略啊 等等 沒有念到的 那這樣的話 就是補充的 十遍 所以呢 加上了什麼 也不是啊 十八 那這樣的話 就是十一 對一百零一十一 一般會說一百零一 或者是一百零一十一 但是呢 只有一百零八 所以這個呢 閉關 閉關 閉關的時候呢 有這樣的三種的情況 這個名字呢 我不會講 用中文也不會講 就是有四種的事業 就是有四種的這個不同的佛珠 那其中的一種呢 就是一百零八 還有呢 一百零一十一 一科的 這個應該是在念心咒的時候 有關係的 我也不太清楚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所以還是技術嘛 對不對 那平常 那平常我要怎麼 不只是技術啊 不只是技術的 就是跟它的那個 跟它的什麼 持咒有關係 哦 對 這個咒語有關係 應該是跟咒語有關係的 它有幾顆跟咒語 要持幾次有關係 哦 對 那 那平常 我們 要怎麼 對待它 好好的保存就可以了 那是夠在佛前好 還是拿來用好 拿來用 你供在佛前 為什麼呢 因為很珍貴啊 因為我不懂那個話 珍貴的話 要拿來用嗎 哦 你供在那邊有什麼用處啊 就是要看它的作用是什麼 佛中的作用是什麼呢 對不對 對 所以你放在那個佛看裡面的話 它起不了作用啊 嗯 比如說你的車子 今天的放在那個停車處的話 對你來說沒有任何的用處啊 是 就是跟這個一樣 應該要用 就擔心馬上弄髒啦 污染它啦 啊 好 好 謝謝 可惜了 要弄髒就可以了 誒 持佛做的時候不一定都是很乾淨的 對啊 應該要洗 我們西藏的有這樣的習慣 就每一次拿佛珠錢都要洗手 唉 手不乾淨的話 你當然要洗啊 嗯 不是特別不乾淨 尤其是我們看書 看金書的時候 手一定要洗一次 嗯 這個是對於這個什麼呢 法寶的恭敬 就是 嗯 那 那比如說 我們雖然沒有去摸髒東西 可是會有汗嗎 或者是怎麼樣 那 也是要去洗一下嘛 再拿佛 這個呢 你要看 看情況嘛 對不對 好 好 好 謝謝 如果你手裡的汗 就是流汗 很厲害 那這樣的話呢 汗多的話 你當然不可以 啊 弄這個什麼 佛珠嘛 你還是要首先 用手機或者是這個什麼 就是 啊 毛巾擦一下 把自己的手擦乾淨 然後再弄這個 佛珠 這樣可以嗎 可以 謝謝客師啊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